狼队夫赖总决赛采访暗示五人组解散,刺痛直播时一生爆料终于将要转会,一生和归期将会是狼队未来。 就在5月13号的春季赛总决赛,狼队成功击败微博未免了联赛总冠军,追凭了异星的八冠王荣誉,夫赖也收获了自己的第七个FMVP。 而在夺冠之后的采访中,夫赖暗示五人组面临解散。 这个问夫赖一个问题,你希望狼队在未来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? 我希望未来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话,每个人都能在赛场上闪闪发光吧,就不管到哪里我们都是兄弟。 与此同时,刺痛在狼队休息室直播时,一生爆料了终于要转会的消息,终于随后也爆料了一个大瓜。 夫赖和帆帆去亚运会之后,一生和归期将会是狼队的未来。 终于老师,下一季要去你们小区的队伍来,把终于老师带领节奏,终于老师要转会,终于老师要去下一季,要换个地方拿驴子,终于老师要。 不是已经有解释了吗? 一个不够的,还要哪一个? 终于老师吃瓜的话,先从终于老师的瓜开吃,来来来来,终于老师吃瓜吃瓜,终于老师讲解一下他的瓜,可以讲终于老师。 终于老师讲解一下他的瓜,终于老师,你们问他打,你们问他打,你们问。 这个狼队的瓜吧,下十季,翻翻牛子,去亚运会一生和归期,要数为难。 别说这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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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碗牛,这些,算了,拿了,我不给你了, inclusion, 算了,算了,算了,不给他的部分。把这个男说封了,不是,前面还刚说了,不要说这些敏感话,你们。 你倒出起来了,你是忘记了吧,这个老师什么敏感说的吗?你是懂牛腔的? 你是懂牛腔的。 其实狼队五人组要解散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在此前公布的狼队春季赛纪录片里 腰刀和帆帆就曾提到下赛季会有人要离开 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这赛季其实大家对自己要求的比较高的 就觉得要赢 像我今天一个相机说 我说冲一次吧 应该就是挺舍不得分开的吧 可能这个赛季过后有些人会走 以后的话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当队友 所以说在可能是最后这一个赛季 所以说要战略一下自己的光彩 带领队友的话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五个人比较圆满 困境重要 但我觉得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光也重要 这么多次提到狼队要解散的事情 应该算是实锤了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狼队五人组里面究竟谁会离开呢